所以所有人數專門上街頭 翁曉玲為什麼要貼綠油油 其實我講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翁曉玲過去是法學教授出身 他應該有很多法律系的 以前的同學也在當教授 現在所有人都騎手 他說你們這些都是綠油油 那你翁曉玲如果講法律專業 你能不能找到你以前的同事 不用多 上街人數的十分之一就好 我們整百的嘛 你找十個 教授管你替你背書說 你今天的憲法訴訟法是核限的 我法盲蝦庭到底 他找不到一個 他信夫病 法律教授 以前同事這麼多 他找不到一個 最主要的人 家中的書 人家都有考慮價 你到底你 翁曉玲 你是考慮價 考慮不價 現在很多民眾在問 我已經 講實在話 我離開律師公會很久 我當過律師公會 全國聯合會的理事 我早就做了 可能三十年前 我也沒這個當時 超級三十年 我早就當過了 我知道 律師公會裡面 什麼人都有 什麼人都有 但是要意見這麼一致的 倒是真的很少 很少見 所以翁曉玲 你到底有沒有考過律師 但是你敢講這些律師叫做 律游有 講這些律師叫做少數 你請記暗示人家不懂法律 說話 人家說這個笑話 欸 這樣對嗎 所以翁曉玲 講這個話 反而讓上街的律師人數更多 而且我要這樣講 我從發起的人 就發起這一百五十幾個的律師裡面 我看到我以前的同學 他不是臺派的支持者 裡面這是不分藍綠 我看到那個名單 我還跟其他同學說 他以前是有挺綠的嗎 沒有 那個那個律師不是挺綠的 那我看了好幾個 根本就是講個難聽話 律師我做很久了 我知道 我看到那裡 這早就咳嗽很久 這早就咳嗽國民黨的 對 我也是看到 所以我們都站出來 就是說這一題絕對是違憲的法律 問題 不是藍綠問題 翁曉玲把他簡化 惹怒全國法律人 要怎麼看 要看其實很簡單 翁曉玲怎麼拿名的 翁曉玲是朱立倫提名的嘛 然後你去看現在連朱立倫 自己對他都受不了 這還是最好笑的嘛 翁曉玲親中到離譜的階段 你看他要刪無事完條款 所以表示他親中到極點 他認為講中國任何好話 甚至打臺灣都沒關係 這個意思嗎 現在人家在懷疑你這個東西 不然你為什麼要刪無事完條款 顯然他是親中到極點 對 而且親中到現在國民黨 有很多立法委員 自己都受不了 尤其是有選民壓力的立法委員 自己都受不了 那現在偷偷跑去撤簽了 拜託那新聞一傳出來說 大家那天在猜是誰說 後來後來 很好猜 所以你就知道說 對於這個翁曉玲來講 國民黨黨內現在面對他有沒有壓力 有壓力嘛 尤其是提提那個翁曉玲的 我剛剛為什麼要特別點到朱立倫 朱立倫是現在跳出來講說 我們在提法案的時候 盡量減少意識形態 他為什麼要講這個話 當然是覺得翁曉玲現在提案 已經偏向意識形態 已經沒有辦法就事論事了 這個意識形態不是說偏藍 有人說他偏紅 偏紅 因為你要三五四萬條款 人家就懷疑 懷疑 你就說紅的喔 而且最大的問題是在於說 國民黨每次都說人家沒紅 現在問題是翁曉玲 自己把他紅的帶上去嘛 他提早過聖誕節啊 搶人搶錢搶權 綠尾市井藍白滅臺計畫 這也很嚴重 卡仁市強度修法 都是違憲的 意圖讓政府沒有人 沒有錢 沒有權 讓中央政府沒有的話 那臺灣不是戳起來 我們的預算不過 請問我們的潛艦怎麼辦 我們要買F16V 我們要買相關的飛彈 怎麼辦 沒錢 一錢都給你縮起來 都給你分給電影政府 要求債 沒錢 電影政府再去求 結果呢 如果宜蘭發生在海 其他管制沒有在海 就宜蘭沒錢 因為中央沒有辦法統籌運用 中央不能把臺北市的錢 拿到宜蘭去啊 如果臺北市不要的話 那怎麼辦呢 所以這筆錢是統籌在救災用的 還有相關的國防 他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為什麼呢 因為他可以讓你臺灣 能夠亂到最大的程度 你看光是連財化法這件事情 我這樣講 財化法到目前為止 請問連國民黨自己 就有多少版本了 到目前為止找不到標準 卡關 你知道那個 他們現在弄雙包 他們現在有一個六千多億的 還有一個三千多億的 那裡面呢 但我跟你講 他裡面的問題就在於說 你請問一下你的標準是從哪裡來畫 那個財政化 收支劃分法 你的財源 請問是用哪一塊來畫 你知道他裡面 讓我舉一個最簡單 最簡單 那是各縣市 大家跟其他縣市比的時候 比到後面 你根本真的不知道標準在哪裡 你知道新竹市 新竹市在新的財政劃分法 如果按照國民黨版本過了之後 新竹市是拿到 看起來多了幾十億 拿了兩百一十億 但是新竹市的人口比基隆多 但新竹市拿到的預算是比基隆少 但新竹市有科學園區 新竹市上繳的營業稅 包括人均所得稅的那個稅收 比是全台灣最高 那新竹人就會跟你抱怨說 那為什麼我拿到這麼少 所以我就說 他拿不到一套標準 你會發現這個案子 全台灣討論到現在 拿不出一套統一的標準 但是全台灣為了這件事 請問一下 在國會裡面打多久 停多久了 停到現在 台灣沒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 要討論的嗎 很多啊 可是你看我們討論到現在 財劃法的事情 討論到現在討論不出來 然後光是連那個吳思懷條款事情 那個翁曉筠事件已經鬧幾個禮拜了 鬧到現在還不停 終於 不過他終於要撤遷了啦 但是有一件事蠻有趣的 立委批說這是一個滅台計畫 要讓中央政府沒錢 沒人 沒錢 沒權 結果國民黨團立即反擊了 他說 扣紅帽 你說不贏 你就扣紅帽 但是有人立即告訴國民黨一件事 用拜登的話告訴你 不要你選贏的時候才愛國 當你總統選輸了 好像愛國對你那就不重要了 我們台灣這個國家 你就不愛了嗎 這叫做不忠誠的反對黨 所以忠誠的反對黨是不管選輸誰贏 選贏也為國家 選輸我們也要感到政府為國家 但是顯然中央政府選輸 總統選輸了去背面 整個台灣要撞亂 整個台灣要撫給他倒 這樣好 所以今天那個民團講說黎巴嫩化 這是很有道理的一個狀況 國民黨確實現在在做的是把台灣黎巴嫩化 什麼意思 就是透過不打仗 不用打仗的方式 透過內部的這些所謂的這個這個這個協力者的呼應 然後用內部去癱瘓 你這個國家的運作 現在大家說黎巴嫩 剛剛這是一個就是很戰亂的國家 其實一九八年代 黎巴嫩是一個很好的國家 他就是因為因為戰爭 因為後來是說透過內部黎巴嫩裡面的亂 把那個國家癱瘓掉了 到現在變成我們叫失敗國家 就整個完完全全癱瘓 所以看到黎巴嫩的難民等等是這樣來的 那國民黨在做什麼 就透過立法 透過國會的多數 他想要抹除一切 大家回憶一下 剛剛前面講 雖然都沒有過 但是前面想起來翁曉玲提國安法 是不是想要用國會多數霸凌 想要強行強度觀山 讓我們的這個國安失守 財化法 如果真的這樣照這樣的版本通過 是不是讓我們整個財政劃分出呈現 一個斷七八糟的狀況 然後這個狀況會導致 未來中央跟地方的財化沒辦法運用 你還記不記得陳玉珍有一段時間 還想偷渡離島建設條例 說我們離島很可憐 所以開放中資 直接到離島投資 後來不了了之 這個還是現在建型的事 所以其實他們是各式各樣 無孔不入 他意思就是說 以中國人他們來講 一個人出十塊錢 就把你金門給買 就連穿營中資 全部都要出金門來投資 他們說十三例人口 一個人出十塊錢 就一百三十億的 一百三十億 成事 五十塊錢 這樣就不得了 這樣就把金門被買掉 他們都十塊 有的沒十塊 很多人沒十塊 所以沒關係 有的人出一百 所以你會看到說國民黨 他們現在做什麼事情 透過立法院這種強制的多數 通過的都是想要通過一些 其實你看 貪犯臺灣 或者是木馬屠城 你把臺灣全部整個門戶大開的這些法律 目的就是要把臺灣整個癱瘓掉 離班的話 如果 如果現在被發現 我覺得臺灣人民還是有覺醒的 你看那個 你像投小 你要修國安把這種法律 臺灣可以用民意的力量去監督 他 去強制他 問題是有些呢 有些他就不見得可以這樣的過程當中 結果就導致臺灣政府 可能因為這樣癱瘓 再把責任怪給民進黨政府 再告訴大家說 你看還是國民黨比較好 還是門戶大開比較好 這種方式就叫把臺灣 黎巴嫩化 把臺灣獻給北京 不過還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平常大家在運動 在練舞 不過有一個人 突然 突然跑去練武 去練工夫 他應該到少林寺去練吧 不過他不是 他是找館長練 那個人叫做黃國昌 他現在開始在練舞 你看 琴拿術 你看這個是很 很典型的琴拿術 黃國昌念舞 為拳武行嗎 還是暗示三三閉嘴 叫三三閉嘴 為國會拳武行來做準備嗎 黃國昌找館長練功夫 遭鎖猴露出猙獰的表情 在這裡 然後呢 可是這裡他都在學怎麼樣鎖猴人家 你看 他也在學這個 黃國昌表示自己去運動的 並強調立法院是講道理 不是動手腳的 真的是這樣子嗎 我們再看看黃國昌找館長練舞 所以綠營就算說黃珊珊正是因為 限述法被民眾黨鎖猴 因為黃珊珊反對限述法 黃珊珊告訴你翁曉玲 黃珊珊也是台大畢業 也是很年輕 就考上律師 律師當了很久 請問你翁曉玲 有這個資格嗎 你有律師資格嗎